台南永康区间国小24号校方突然通知家长赶紧接回小朋友 原来是校园内有学生跟确诊者足迹重叠需要进行居家隔离 而校方也全校临时停课一天 另外在东区的国中也有学生家长确诊 校方同样预防性停课 目前卫生单位掌握应该是属于外县市的传播链 学校大门口贴上停课告示 原来校内有学生家长确诊 校方这才采取预防性停课 校园内也赶紧进行大清销 台南东区一间国中二艘上午 校方突然通知家长接回学生 原来校内有学生家长确诊 校方也采取预防性停课 至于确诊家长学生班级则是停课两天 课程采线上教学 临时接到停课通知 尽管家长出现抱怨声浪 但也是不得已 而另外在永康区也有学校实施停课措施 学校紧急关闭 校方请家长赶紧接回学童 台南永康区这间国小24号上午 校方也临时全校停课一天 因为校内有学生与确诊者足迹重叠 需进行居家隔离 有鉴于此校方不敢大意 本校采取预防性的措施 依照教育局公布的紧急应变流程 停课不停学 就为确保学生健康 校方小心谨慎 采取临时停课 如今不但请家长包含电量 也要共同防堵疫情扩散 既有黄步骑一谈报道